在上海外滩的历史上 曾经有过7个纪念碑 但是现在都已顾不存在 虽然它们都带有属于殖民主义的标志 可不可否认的是 它们反映着上海城市历史的变迁过程 最早建在外滩的纪念碑是十字纪念碑 全称为英明属地上十字纪念碑 这座纪念碑和历史上一个大事件息息相关 那就是火烧原理 大家都知道 第一次压编战争以后 清政府被迫和西方列强 签订了上学辱国的南京防约 开放了上海等口岸 在此之后 西方列强人不满足既得利益 一直在酝酿一场新的侵略战争 而广东水师载捕了 窝藏在曾经挂过英国旗的 中国商场亚罗号上 12名中国船员的亚罗号事件 以及因为在广西西陵县 非法传教的法国神府 马赖被处死的马神府事件 成为了于1957年开始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车 到了1960年的9月16号 英国人巴夏奖作为英法的拳权代表 带着39位随人士兵 到通州与清廷所派遣的侵裁大臣 会谈了三天但没有结果 最后被森格林姓囚禁被监送到了北京 为此英法联军打到了北京的郊外 占领了圆明园 进行了大肆的领务 为了保健精神 清廷在10月8号释放了巴夏里等18人 但被捕的其他人已经被杀了 英法联军的意 对外交人员实施虐待为理由 一把大火烧了圆明园 1862年的1月份 巴夏里回到了英国 他因为被囚的这件事情 成为了英雄 还获分了司令群章 两年以后 他被任命为驻上海领事 在这个时候 巴夏里建议为被杀的清廷军人员 建立了十字纪念碑 而纪念碑的选址 就是在英零馆 也就是现在的外滩园33号的花园里面 直到解放后被拆除 而巴夏里本人 他也有一座纪念碑 就称 巴夏里名像 这座纪念碑 与他死后5年的1890年4月8号 以上海的英桥木字的方式 在南京路外滩建立 后来又迁入了英零馆内 到1943年被拆除了 下一期我们会讲一讲其他的几座纪念碑